好,我們介紹一下這一間房間 這個是挪威森林行旅1號館的705號房 這是警官士人房 對,那我們這個警官士人房 他走的就是比較 第一個,他的視野是最棒的 對,那他也走的比較親自一點 就像目前看到的天花板的部分 他會有一個就是 日本簡化家中川貴雄他的作品 那我們有跟他購買版權 然後他是一個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故事 整套系列的圖縮 對,那我們各間的畫不一樣 對,那我們也包括我們的抱枕也是同一系列的 對啊,愛麗絲夢遊仙境耶 非常的有特色喔 小朋友一定會超愛的 而且上面都還有小燈耶 對,我們都還有就是小吊燈 那這房間的屏數大概在9.5屏左右 9.5屏左右 然後床的尺寸是 這床的尺寸一樣是標準床 對,5層6.2的部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右邊 會有寫櫃 寫櫃 然後會有一個小茶几 對,那我們一樣是包括皮拖跟紙拖 我們都有做提供 對啊,還有皮拖耶 對,會有部分的選擇 好貼心還有皮拖 然後這就是開放式 開放式的釣衣架 好,然後電視都會有很長很長的書桌桌子 是 所以大家放東西其實是很夠放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的部分就是會有礦泉水 還有餅乾 薄荷糖 茶包、咖啡包 對,這個都是免費提供的 那一樣是有提供飲料的部分 在冰箱都有提供 都是免費的 四人房就是有四瓶 雙人房就是有兩瓶 是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重點 您說這一間的房型是叫做 景觀四人房 景觀四人房 所以大家有看到前面是什麼了嗎 哇,看到了 新舊火車站耶 台中火車站 舊的火車站 那它現在是一個古蹟 那其實它是個巴洛克風的建築物 那其實它整體蠻漂亮的 真的 好,然後轉運站就在左邊喔 對 好,火車站 然後搭去高鐵啊 的部分也是 搭到高鐵 其實從這邊到高鐵 它蠻方便的 它只要經過就是兩站就到了 那如果從這邊到高鐵 大概十分鐘左右的 鐵路的時間就到了 嗯,所以如果搭高鐵要過來的部分 就是搭到台中高鐵 然後轉火車 再轉到這個火車站 台中火車站 對 哇,其實我覺得這個 像小朋友很喜歡看火車 你看看到了沒 火車 哦,然後左邊 而且前面有一些是假日的市集嗎 是,它就是有一個 在現在火車站 它有一個就是廣場市集 是 的一個小商場 那家裡也蠻多人的 對啊,你看 客人 遊客很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間的部分 重點就在於 我們 大家會哇哇叫的喔 哇,這個門一打開就是 浴室耶 它的浴室好大喔 漂亮喔 超漂亮的 所以我們都有提供浴缸 那這個浴缸的尺寸其實也蠻大的喔 是 對 甘茲分離間的耶 甘茲分離間 對 哇,這個浴缸好大啊 真的 有點像蛋型嗎 有一點像那一隻五菇型浴缸 對啊,好棒 而且你們的那個就是牆壁部分 對,尺寸其實也蠻漂亮的 對啊,他們尺寸超美的 這個鮪魚爐洗髮精也超美的 對 就是上山材料系列的 哇 好特別喔 連浴室上面都有光圈耶 對對對 我們有做的 就是燈光的效果 對啊 對 我們怎麼看到浴室還可以做得那麼漂亮的 太厲害了 然後這就是 免治馬桶 就是免治馬桶的部分 免治馬桶是我們這邊的標準 對 所以 一號型號都是 全部都有 全部都是免治馬桶喔 是 哇,而且是蓋絲分離間 然後馬桶有獨立間 對 對 真適合 馬桶已經有 有那個光圈 太厲害了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洗手台的部分 好,一樣喔 欸,這邊就是 就是 B 掛衣式的 那如果 你們會有另外一件 那個 就是另外的吹風機嗎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另外另外的吹風機可以做 OK 好 如果說有需要另外一件吹風機的部分 可以跟櫃檯 是 好,那一樣喔 這個 哇,這裡面 這個景觀的四人房 view太好了 連在洗手台旁邊 都可以喔 那麼漂亮的view 大家 大家可以 指定 就是 就是 定這個景觀的四人房 對 它的房型就叫景觀四人房 漂亮喔 所以景觀四人房 它的平日的定價是多少啊 因為光網價 嗯 光網價平日大概在2700多塊 哇,2700多 也好 又會喔 非常非常棒的景觀四人房喔